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股台MasterMine 今天身邊的嘉賓有Steven譚朗衛 Steven你好 你好Grace 今天我們先講講內地財新、官方的PMI 出了一個數據,都是50樓上的 就是盛須分解市場之上 但是差過市場預期 但是A股沒有跌下來 現在還在升 市場是怎樣解讀這個數據 你自己怎樣看 如果大陸方面 剛才我們未開咪都在講 內地比較喜歡差的數據 就代表舊市 好的數據回到後 就會覺得會否收緊 所以A股會比較歡迎這些數據 它又不是真的差到50樓下 問題就是比市場預期差一點的時候 起碼有持續做過往的 一些叫做事充事緊、放水 新生貸款都叫做保持高水平 這些做法 大家有得想的時候 A股做得好一點 上證升15點 不過你說它真的好嗎 又不是的 我想大家就看看 在過去3月、4月 現在4月就埋了單了 其實尤其是4月上證指數 在高位賠回 似乎跟港股差不多 就在高位有些阻力 留意一下 在3月份 橫行區 就上證指數2960至3100 在阻緊 其實3100是個平衡 橫行頂部來的 3100已經穿了 所以現在 因為今天反彈 不算是利好 已經是下來了一個叫做 下方雙型的一個平衡線來的 所以我會說 其實又是迎接長假期 成交又小一點 我會覺得A股進入悶局 如果A股進入悶局 今天A股升都跟不到 那港股是否還要差一點 港股當然大家都知道 過去這兩天就沒有了北水 同時間就在成交交頭方面少了 A股要放假 放到下個星期一 那我們就放一天 那外圍明晚睡覺的時候 就聯儲局議息結果 所以幾種夾夾雜雜 大家又不敢入市 加上又放假 又沒有了北水 其實沒有成交 很難有真行程 個別板塊星壓又跌回 這樣的情況會出現了 恆生指數是否很差呢 那今天又再失回10天 20天線 如果我說上方 其實在整個四月 都沒有怎樣衝穿過30,200 有一個平頂 維持了10天8天 應該都挺硬的 有少少做一個少少圓頂 但圓頂你必須要下回來 才可以確認到 真的有些叫做軟線見頂 我也是會關注3月份的頂位 大概294 其實294也撞回今個月 月初裂口頂位 如果294就裂口底290 所以我會說現在是294至302 即約800點的橫行區間 成交越縮越細 應該就更加沒有可能會爆到邊住 要真的等到譬如內地長家福市 加上看明晚聯儲局 基本上都不會有意外 當市的成交恢復近千億左右 而是能夠要是穿294 要是升企穩302 我想會再有一次方向 即是如果恒指 就可能要等下其他因素 即是和五月的時候 我們還要看看會否說 中美貿易戰那邊有什麼 談不談得成 是啊 沒錯 這件事我反而都要調整大家的情緒 低一點點 保守審慎一點點 因為始終憧憬已經是一段幾長的時間 美國佬也不會說怎樣放水給大家 我只可以說 條款未必一定對內地英俊 還有就是在好消息實現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過往其實都憧憬 price in 都挺重要 你除非大幅跑贏市場的預期 否則是幾容易會好消息出伏 也都沒有忘記累積四個月的恒指升幅 已經升了四個月了 是啊 都有近六千了 所以其實一兩千的回調是很健康 不過也都這麼說 不穿294、290也都不用這麼快 講一兩千點回調 所以我想大家現在等著方向先 暫時的策略是否等下 就不要亂買貨 現在這一刻 其實你買了 我就擔心未必有真行情 過去這兩天其實就不算特別 見到有些板花很想去追 成交得六百多億 你買了七百多億 其實你沒有水 你推不動任何東西 可能今天炒一些 明天已經不流行 或者昨天炒的東西 今天已經不流行 所以我會告訴大家 小成交就不如不要動 好啊 不過我們就講一下 今天的移動股 好啊 這些飽升得很厲害 好像炸彈銀行 他就出了一個業績 都很英俊 還有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為何大家會馬上鋪入去 可能就是回舊那件事 是 現在接下來 今天都升了差不多百分之六 其實還有追不追得過呢 其實如果你說到回舊 可能我想多了 但是當想回以前 匯控、回舊大規模的時候 確實真的又起死回生 又大跌變大升 渣打本身的業績方面 其實市場都覺得收貨 再加多一個這些叫做調味料 我覺得今天其實走勢是挺OK的 雖然市場沒有什麼成交 但是它今天的成交很明顯很凌厲 是 較起上天都起碼10倍成交 而且在月中的時候 大概69元 曾經撞過下落 今天成功起穩69元 屬於一個有效突破 還要配合成交放量 所以我想短線有機會 看回75元 就是去年那個月中 有一個小裂口 短期看回75元 有貨當然恭喜 沒有貨的話 我想只要站著69元 你去追狼小狼 看著75元 左近 你最多設置指洩位 在69附近 其實如果只看它的業績 其實都是OK的 你自己怎麼看它的業績 沒錯 你看到首季的順利方面 其實增長 你基本都必須到市場的預期 對 超過高個市場 對 大家都看到 它的call saving做得OK 資本充足也OK 整體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大問題 所以都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好啊 大家就留意 剛才Steven給的那些位置 我們還可以說一下 另外一隻異動股 就是晚舟國際 今天都升得不錯 但其實它出了首季業績 收入是跌了 為什麼反而有得升 會追呢 其實就是細分 在第一季1至3月的時候 以後 朱價 我想最近經常聽說很瘋 但是其實就 因為現在大家聽的時候 已經是4月了 其實就不是升了很久 是3月底左右 中後期就開始升得比較硬 一點點 即1、2月其實就 朱價就不是太顯眼 那變成如果你說第一季 還沒算做得很好的時候 大家就在想 第一季因為去到3月中後期 才看到那些豬升 就變成一季尾二季頭 才開始看到效應 所以一季尾的時候 數據出來不算太帥 如果低開都會有人 甚至它都不用低開 它繼續站穩10天、20天線的話 市場可能就是預期 第二季一定會英俊很多 今天其實就升幅 不能夠地下修 上影線就跟足身差不多 不算非常強勢 成交和過往差不多 昨天特別少 所以覺得今天好像多了 我想它未必一定可以 再做到一浪大的 但是短線震了震了 在4月前大概9.7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有貨沒有貨都好 短線看著9.7左右 好 看著9.7左右 這個晚舟國際 其實還有一些其他內需股 都是有隻升得不錯 就是青島啤酒 今天都升到 我看一下這個 7.1個百分點 又破頂了 很厲害 其實說它的高端產品那邊做得不錯 所以業績出來都挺理想 是 那是否可以 但是會不會有些人憂 其實這些內需股 才能升得那麼強 其實又不一定說 需要特別擔心 如果說去年絕年業績 當然受惠兩次加價 還有今年其實它都挺主動 去做了好幾次的一些 產品的結構 上面的一些重組 走多些高端 其實接下來轉型過後 我覺得都挺值得繼續再看好的 今天如果你說成交方面 當然都OK多的 還有現在開始挑戰上年6月份的頂位 唯一可以挑剔的 就不是基本因素 反而是技術免 技術免 無論今天的資金流入 還有在成交 還有在RSI這些超賣 超賣的技術指標上面 其實看到今天股價上升 其實RSI就沒有進一步超賣 如果以技術免來分析 當然背遲而已 有貨可以繼續保持 又不一定要沽 但是未買才追 如果虛的話 就略嫌有少許虛一點 就未必夠說服力 連初都30元升上 都是的 行星上來都升了很多 是啊 4月頭還有三頭 我會說有貨就繼續保持 沒有貨的話 可選可不選 如果股份能夠去回46 就很吸引 好 看著46這個位置 我們說一下中興通訊 今天是跌的 跌了3% 其實發營起 就說上半年也是有營起 但是人們是否覺得 其實條數本身 就算發營起 網絡也是不英俊 如果首季 他現在收入是賺8億 順利是8億 就是他之前 首季營起的上限 其實不是代表他那麼好 當然過往罰款 各樣東西就消除了 就罰了 向前看也都未必 特別需要擔心 說中美的關係 再惡化的時候 再罰多一次 就認真去看5G的潛力 事實上 最近除了鐵塔個別 有一時時上去高位 其他你見到 你無論是經訊 好幾個中通服 其他長飛 那些 其實已經無再炒 都整兩個月了 我會說 5G未必那麼快 再撤上 中興就 其實他很有5G的受惠情況 但是如果板塊還未走 的話 今天變了受惠 業績輕微高開 都要出陰 最低還落過24元 哪裏呢 我想短期都還是會震著 下一點 基本因素方面 所以 批轉型 我想大家 罰少10億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改善當中 但是 真是未曾說 去給到驚喜 投資者 短線 都還是要試回 大概 23元 尾 24元 頭 大概50天線 所以未買 我就覺得 就不要心急了 看他可不可以下回 譬如24元 防守性會高很多 甚至是23元 23元就是上個月底的裂口 是好的 5G標的 但是就不是現價 那有貨的話 其實我都會說 如果你很低位買上來的話 我會建議吃的 因為你上個月初 大概26元的頂位 在這個月中突破之後 現在又再失去 其實這個頂位已經沒有力 成交 RSI全部背遲 即是說 基本的浪就差不多 過段落 所以 如果你真的這麼聰明 在16元的位置 一直突破買上來 我就先吃了 再留待 看看23元 24元 那些位置 才再買 如果只看數 譬如說 純利8億 即是第一季上來8億 上半年 可能預期是12至18億 減少可能 下一季可能賺4億多 沒錯 可能會這樣 等第二季 看久一點才再買呢 其實都可以的 是的 還有 如果現在進入第二季 其實 都很多人 在說市 由5月、6月 究竟會不會有調整呢 都可以配合大市 例如剛才所說 294、290的位置 失去的話 我想中興 以至一中5G 可能都要回 我會說現在不用急著 好啊 我見5G 除了中興之外 七八八都有人民 今天就回了少少 差不多回了百分之一 報2.12% 那些人就是想 看看可不可以找位賣 短線 想做個短線部署 好啊 提醒大家 今天有除淨 除淨之後再跌 留意在今次的頂位 都是背遲 又是成交和RSI 都是背遲 變成你升到上2.3% 我就一定不會叫人追 反之可能真的要找回 月初那些支持位 大概2元齊頭 如果2元齊頭 或者2.03附近能夠買到 就好的 那現在買 我覺得都可能都還要 蹬一蹬下去 才起步的話 不如就等多一陣 我覺得這隻股份 亦適合中場線 如果兩隻比較中興和這隻 我覺得這隻可以坐久一點 都不怕 如果5G股之中 你都覺得這隻是首選的 都是鐵塔 好啊 那我們可以說起 汽車股 今天又是勁插的 就是長氣 因為它的純潔 這輪跌了整六成 然後廣氣也是跌了整三成 首櫃的表現 所以大家就沽了下來 還有比大行暢淡 如果汽車股 現在是否就沽了就沽了呢 一隻半隻 譬如像長城汽車 其實過往整行裏賣車 最不行就是數一數二 要減價賣 是呀 留意在六四毫半附近 其實整個月你明顯見到幾次撞到下去 就彈 再撞 就再彈 但是今天呢 就確認都已經明顯失了六四毫半 如果再向下找支持 就真的挨近今天的day low 五十天線就是六個一 那我覺得呢 既然就穿了位了 向下了 其實未買的 首先你要想一下 究竟是否真的想買這隻 還是其他 那如果真的決定是想買這隻 那真的要撞到那些六個一附近 好像今天的day low 如果撈倒的時候 才稍為有些直撥率 如果汽車股之中呢 你自己會說 你不是說看得太淡 一隻半隻 今天比如看一下 我都叫粉絲都買的 現在持有的華神 一天一一四 今天都逆市升一格這麼大把 但是你留意一下 它銷路各樣東西沒有問題的 股價走勢今天呢 其實這幾天 橫行在八角半附近 你其實是看到它是突破了二月份的頂位 是不肯下的 雖然就沒有上個星期的高位那麼厲害 但是呢 留意一下 如果再一次 股價可以重拾三條八 例如八角八毫八 你留意一下 股份在上年十月有個大裂口 八角八毫八裂口 第一上就是十個七毫六 就是裂口頂的 所以當時為什麼我會推介呢 一來就曾經有一兩天炒過車的 第二就是基本因素OK強的 大家都知道它賣寶馬的 同時間如果企穩三條八再買 就看十個七毫六 保裂口其實如果市就的話 是會很快的 好啊 如果比亞迪你又怎樣看呢 它其實出回來的 今首季那個營運數據好像都幾好 是 順利升了整六點三倍 會不會這隻又都可以看一下呢 可能就因為那些百分比帥仔 但是整體的實數 始終都是小規模一點 所以你說曾經有一天也是 上個星期初有一天爆上去之後 跟著就還原了基本步 看到這些圖基本就是高位沒有承接 三兩下手勢就下來了 這些股我們不會特別去選擇 只能這樣說沒有貨不買 有貨的話呢 但是在二月份的頂位大臺五十四 其實你從一個半年的角度 明顯看到W型雙底 項線五十四 現時繼續徘徊在五十四 不是沒有可能再展升浪的 但是只適宜那些有貨的朋友 儘管等下 沒有貨的話呢 我會說這種賣車規模呢 就難比得上剛才譬如華臣 甚至乎吉利 好啊 我們逗一下觀眾問題 剛才很早之前就有個 觀眾就說五號仔 可不可以幾時入呢 五號仔不如買渣打 雖然適宜就不夠匯控 但是五號就太悶了 因為始終增長 還有市場上面其實很少匯控的消息 整個浪都撕光了 落後藍醜 但是落後不一定有得升的 基本因素上面似乎沒有大升的追落後誘因 好啊 還有一個人就問博雅互動 434 今天就跌了1.4% 他就說 怎麼看會不會 就是應該是 他應該有貨的 但是就沒有說什麼位置買 如果有貨 有心理準備要坐多一陣 我覺得他一個九毫半會有很大支持 跌就未必會跌得下的 三月初有個頂位一個九毫半 四月初頂位一個九毫半 之後就配合兩日大升間 現在回就回不回 回得一半二十天才有支持 我就建議有貨保持貨 除非真的一九毫半都穿上認輸 否則未買又不一定說要買 因為前期是炒過手遊板塊 但是這個星期就已經無 所以未必一定要追 可以玩其他 有人問1313有貨的8.7 可不可以上回家鄉 他應該上回家鄉 不是沒有可能 但是不升反跌的話 要守止蝕位 其實這三個月 其實你都會見到 七個多元錢 八個多元錢 其實都試過兩次來回 所以我不會說沒有可能 但是問題就在於 三月中低位在大概七個半 你等還等就不要穿七個半 七個半失了 隨時下回六個八的位置 所以我會說你照等 看看加上現在的市 又隨時可能方向向上 所以如果市向上 你更加值得等 那就不穿七個半的情況下 等回家鄉 又未必一定有力可破頂 好呀 又猜到有人問 今天這隻中石化 它的首櫃其實賺少了 賺少了兩成一 這個朋友就六個三有貨 其實是否前景麻煩地 很難去上回那個位置 如果現時持有 我就認真是覺得要小心一點 因為始終公司方面 股價在一月一路彈上去 在三月初見頂 下來均線全部肉酸曬 就屬於一個叫做 轉成了空頭排列 這種走勢 我覺得有機會是中長線跌浪 數字不是那麼英俊 只不過今天還叫做企島 但是所謂站到一些都不是大聲勢 見底的情況 我會說有貨的話 既然今天都見到有升的話 又站多一陣 不過六個二左右 其實都差不多到價了 就未必可以進一步上 是呀 近回六個二 如果都是有阻力就走人 都是等歸等 設一個路給自己 走投無路的時候 其實穿六元真是走人 就在看少許六元 好呀 內銀也有人問 939 那他就六個九毫二有貨 內銀也出了一種業 都沒有甚麼亮點 大家都 都是賺百分之四到 增長的升幅 是 其實他現在六個九毫二有貨 那是否只不過繼續坐貨 就收下息 其實都是的 因為你拿得這些 其實你收息 最主要呢 你就想那個價不動 就已經是達到目的了 是 如果你要是 價有 息又派的 又有息又有息的 買領展 我經常都說 那如果你拿得很久 的話 基本價不動已經很乖 你定期比息 我 那 國價基本就是 六個八至到七個二 四毫子裡面橫行 向下村就走人 向上村就 再追再買再加 那 所以現價沒有甚麼動向的話 你就照著等收息 好呀 有人問 比亞迪電子 他就 十個九毫八有貨 他就很厲害了 今天其實已經升到十四個兩仙 其實他賺了很多 他問要不要吃 其實都應該 是不是吃了先 還是可以坐下 如果你喜歡吃 都是吃一半 我覺得不用清 因為 始終他是明顯突破了二月份的頂位 那 特別留意 始終四日前 四個交易日前 有支陰竹 那 我給你多個價 你去比較 pay attention 十四個二 如果十四個二 遲遲都升不穿的話 那你走一半是正常 因為始終累積 有個升幅在這裡 不吃都是 吃了沒有壞的 如果十四個二 是破極都破不了的 三日前的低位 十三個一 你當一下 十四升不穿 十三如果是失的話 吃光它 好 有人問一隻 1917豆盟科技 他今天升得很厲害 一成半 一成半 收七毫子五 有沒有機會回家鄉 這個朋友問 他就是九毫四有貨 嘩 最高 是啊 很遠 那就 照等 都是留意 所以我不能夠以今天的升幅 來確認一定見底 雖然是升一成半 其實都可能性大 但是始終這些都是低成膠 用回昨天的低位做止蝕 即是說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不要再被它穿六毫半指 那你就望的話 是的 都可以望回去最高位 就九個四左近 你說混不混 我就不會特別太建議了 好 我們再問最後一條問題 有人問港交所 港交所 港交所今天都是要治的 其實內地的科創板會對很大影響 其實就有這樣的一個進展在 內地 但港就說五月 你都要真的見到有多少公司排隊去科創板 有沒有些潛在地來香港的 我們脫了 他就回了大陸 這樣 即是要去觀望 來真的去quantify 究竟是不是很大的損失 很大的威脅 現在這一刻我只可以說 它立了下來 是因為市都立了下來 成交都立了下來 所以你又看最近這兩個月 橫行的時候 其實低位大概是265 高位大概是285 這20元就不用出出入入 任由它 如果不是穿265的話 就保持穿265 穿265 就應該上面做了頂 這樣 好 留意Steven的解釋 是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多謝Steven Thank you 謝謝 拜拜 各位觀眾拜拜 拜拜